如果你不这样用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怎么样呢 可以先在VBA里面 这边产生两个储存格 做什么呢 把公式丢进去 有没有 然后那个后面呢 就去抓这个储存格就好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OK 我写一下古为看 其实如果你不用 用刚刚那个方法的话 那我就把刚刚的这个程式贴过来 那这一个部分就不用了 假设不用这一个 那我可以怎么做呢 我可以先把 公式有没有 刚刚那个LARCH的公式 用丢公式的方法 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储存格里面 丢过来 OK 这个公式就是前面的公式 OK 贴到这边来 OK 然后这个G2的话就small 丢到这边来 OK 然后呢 做完之后的话 你就直接的 这个application.org就不用了 你就直接的 直接拿这一个 放到哪里 放到这里 大于等于那个就好 那这个呢 也一样 把这个后面的东西呢 拿到这边来 小于等于这个 这样应该可以看得懂的意思吧 这样的结果其实是会应该是一样的 我还没试啊 我试一下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哦 所以如果你不写刚刚的这样的写法 你写这样子 我按也有8 所以第一步先把公式丢进去 你会发现这边 从这边丢过来嘛 然后丢到这里 有啦 对不对 然后G2 也有啦 对不对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判断 那第一个是不是不是 第二个 底下都全部跑 结果一模一样 OK 所以这个也OK 只是说呢 这个写法 当然我直觉啊 因为多两行 多两行感觉 就多了一点事 不过我是觉得 不用在那边钻就好尖啦 你主要是以方便为原则 反正呢 你可以把这个事情 用最简单的方法做完 其实也都OK啊 只是差别是说 你会多这两个栏位 多这两个储存格啦 那如果未来你不想要让别人看到的话 你可以丢到很遥远的右边 对不对 不要让他看到就好了嘛 总不会有人 没事去那边看到那些东西吧 对不对 要不然的话你更贴心一点就是 你做完之后把里面东西清掉 不要让他看到 就最后的话 城市跑完之后 把这两个储存格里面变成空的 把这两行写在最后面 所以其实哦 因为把影片放在网路上的缺点就是说 太多人都会看到 然后太多人就会片段的看 然后片段的看就会问问题嘛 大方问的问题是说 老师请问一下 如何在VBA里面 很麻烦的地方哦 因为他们没有来上我的课 所以哦 理论上我都一律 不太回应啦 不然就两三句话 不然你来上个 不然有些东西真的是你不能说 你听片段 然后就认为说你全部都知道了 那其实你应该有个头有个尾 OK 那不然的话每天都一堆人写信 应该问问题 这很麻烦 我如果每个都回答他的话 而且有些东西我发现 其实只要有上过课的 应该会知道 或者说你上过课 我告诉你 你哪个地方 你就会知道 不然你从头到尾都没有 这也蛮麻烦的 对 OK 好 不这有个好处啦 因为网路上太多人看 看了之后他好像 觉得应该来上课 就来了 OK 好久统计过 不少 OK 应该也有人之前有看过的影片 而且网路上要学这些东西 没有看到 没有看过我的影片还真的很困难 对 因为你怎么找都会找到我 OK 这个算是什么 那个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后面请各位 再看另外一题 就是 这个教师研习时数统计表 那这一题的话呢 里面 第一个 请各位看 旭子一是 这个 学校的所有老师 有十个 然后旭子二的话 就是有 十四个老师有参加第一次的研习 就是 Esser入门教学 那请你把 旭子二 复制 按Ctrl键 把这个改成旭子三 那因为他们又办了第二次叫进阶 所以你待会的话 请各位 再把这边改成进阶 去的三遍 进阶就对了 那进阶的话 有两个老师没参加 头跟尾 所以只有十二个老师参加 然后呢 时数的话呢 全部改成两个小时 所以你这边的话 请你把这边 然后向下填满 不用按Ctrl键 拿两个小 这个的话呢 把它改成重新编号 所以只有十二个老师 一按Ctrl键 向下填满 好 那也就是说呢 旭子二是入门班 旭子三是进阶班 那这是所有老师 请你帮我把这个老师 在这两次里面有没有参加 参加几个小时 帮我加到前面了 所以这一题可能是跨工作表的应用 OK 那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 所以刚刚 把那个009那一题延伸就是 如果你要引用那个 Excel里面的 像Large跟Small的函数 在VPA里面的话 你可以用Application.work去Function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直接把公式 丢到某一个储存格里面 再从那个储存格里面 把那个里面的尺 抓过来用 这也是一个方法 OK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再试试看就是 那个综合练习题里面的 教师研习统计表 教师研习统计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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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